限定的许多社区发展协会 在今年的社区评鉴结果中 不如预期 许多社区表示 因为苦与没有经费 而惨淡经营 日前及这种社区发展协会 也曾向县府社会出反应 却会能够挪用到 社区建设基金50万元 公寓社区周转运用 而成获社区评鉴夹等的 巴张社区表示 这个50万的问题 当然是要来运用 是很好 但是办不好使 你也没办法承担到这个资 所以管府如果不把我们拔下 做到不叫我们的家人去完工 去下销钓的位 我们就是说 我们的助手团也没办法去 不过挖到回来 整个社区 我说困难是很不可能 很困难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一定要想办法 来看社区的经营方法 来做我们的照项 现在有办法经营 像说咱们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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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县政府的规定 社区只能动用50万元建设基金的利息 而不能动用到本金 议员陈述会指出 现在的银行利率不如以往 因此能够应用的本金利息 相对的也较少 政府对着这笔建设基金 有管理的办法 就是说不能动用到50万 当然在过去 我们的银行利息的利率 比较高的时候 很多社区就用这50万的利息 来活用 发展社区的业务 现在我们银行的利率已经降低 所以50万要有利息 来帮助社区来活用 这真的是困难 所以他们去说 很多社区理事长 或所有的干部 很多抱怨 议员陈述会 以所理相商人社区为例 该社区 乘向中央内政部 以及县府文化局等单位 争取许多活动经费 比如说像我们水利家 相安社区来说 他们向到我们水部局 还有我们内政部 还有我们南岛文化局 经出很多很多经费 来基盘到这个活动 为活动当中 来再生活动的会用 所以我警察要来建议 每一项顶社区的发展协会 如果说有 对着这些困难 我们可以跟我们南岛政府 社会厨这边 来做一些询问 让我们社会厨来辅导 说要怎么来生家卫士 我用社区50万建设基金 或许需要再研讨监督机制 但并非解救社区经费不足的良久之策 建议县府社会处 多加辅导社区 赚写活动计划书 以争取更多可预用的资源 民意巡洪杂宴 撞合采访报道